哈囉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今天這一集是謝正廷式彈奏之持續音 Part 2 在這一集我會介紹他在這首歌裡面所使用持續音的彈奏概念 一樣我會介紹一下他原本的按法 以及他是如何從原本的按法進化成持續音的按法 這首歌曲其實很簡單 他只有四個和弦 第一個和弦 第二個和弦其實跟第一個和弦按法一樣 那只是我們再把大拇指加上去就可以了 第三個和弦 第四個和弦 先讓我們簡單的彈一次 這一首歌他所彈奏的是深C調 那麼我們夾了第一個格子以後 這邊的音階會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後面一樣會有其他法位各個不同法位的音階 接著如果我們想要使用持續音的彈奏的話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音階當中 找到我們覺得好聽的聲音好聽的旋律 讓他們持續的出現 在這一首歌的狀況下 他大部分所使用到的持續音 是第一條弦和第二條弦的空弦音 以及第三條弦的第五個格子 我們可以特別注意到一下 第二條弦還有第三條弦的聲音 你會發現這兩個音他們其實是差了一個半音 這個是還蠻有趣的一個聲音 他會有一種非常糾結的感覺 雖然說大部分的人會說這種二度 小二度大二度的音程會是不好聽的 可是其實有的時候在和弦的彈奏狀況當中 他會出現還蠻特別 然後還蠻有趣的聲響 是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那麼為什麼說這三個音是大部分所使用的持續音呢 因為這三個音只出現了三個和弦 這一首歌有四個和弦 他只出現了三個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三個 接著你會發現到第三個和弦 他就沒有使用到這三個音了 他第二條弦反而按了第三個格子 第三條弦反而按了第四個格子 這個例子可以讓我們知道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那就是如果你的感覺有想要換音 我不想要再持續的再彈這三個音 我想要換的時候 拜託 你的感覺已經告訴你要換了 所以就換過去吧 就找到其他你覺得好聽的聲音 你覺得他該換了你就換 OK 然後接著第四個和弦 又回到我們原本的這三個音 所以這首歌在彈奏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特別注意一下第三個和弦 從原本一直持續的聲音 到第三個和弦 他有所變化 那個感受其實是會不一樣的 跟你持續一直故意讓他出現這三個音 那個感受是會不一樣的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他和弦進化的過程 第一個和弦 原本的按法 第一條弦第二條弦放空弦音 第三條弦原本就在第五個格子 所以第三條弦不用動 那麼我們這時候可以稍微換一下指法 會讓我們按的輕鬆一點 第二個和弦原本的按法 第一條弦第二條弦放空弦音 第三條弦原本按第四個格子 我們現在要讓他到第五個格子 然後你會看到我的按法 其實跟之前有點不太一樣 謝正廷他是這樣按 他就是照著第一個按法 然後大拇指再扣到第五 第六條弦 sorry 有的時候我會習慣這個樣子按 十指直接按第六弦還有第四弦 第三個和弦第二條弦到第五條弦 原本就是一個非常常見的C major 9的按法 那麼第一條弦原本也就是他和弦的主成音 所以原本也就可以使用了 第四個和弦原本的按法 第一條弦第二條弦放空弦音 那第三條弦原本就在第五個格子 那只是會有一個問題 第五條弦這個音會有點遠 會讓我們有點難按 所以大部分比較普遍的做法 是我們就會放棄這第五條弦 所以在按的時候 中指按第六條弦 第五條弦就中指直接把它擋住 它就不會有聲音 然後接著無名指小母指按第四 第四第三弦 一右弦空弦音 接著讓我們來比較一下 各種不同和弦的按法 他所出現的效果會是怎麼樣 原本的按法 接著第二個彈法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如果把第三個和弦 第一條弦第二條弦也放成空弦音 第三條弦也按到第五個格子 然後所以整首歌的持續音就會變成全部都一樣 那它聽起來會是長怎麼樣 接著最後我們來聽一下原曲的彈法 音樂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